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由于个性过于内向 一度沦落到无戏可拍 其太映也犹豫要不要继续当演员 后来便选择去服兵役 到了2007年 通过电视剧《白色剧塔》又重回演艺圈 该剧改编自日本社会派小说家山崎丰子的同名长天小说 剧中他饰演连冬日一角 此后其他人又与金筑贺 韩慧珍参演了《一葡萄酒餐厅泰勒》为背景的月火剧 泰勒瓦饰演了性格超级温柔的朴祖二 不过可惜 一直发展的平平无奇 比起同时期的玄冰 宋承宪等人大红大紫 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十八线小演员 沉淀了将近三年之后才获得机会拍摄创造情缘饰演的男主金如骏 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医生 与柳珍扮演童年移民澳洲 然后成为律师的韩尚恩 是一对欢喜冤家 这部戏播出深受欢迎 也让其太映迅速走红 初相时的这一年 其太映31岁 算不上太有名气的男演员 柳珍28岁 已由女团偶像转型为一线女演员 因为合作电视剧创造奇人的契机 原本并不熟识的其太映和柳珍开始有了交集 在戏中他们扮演了一对先订婚后恋爱的欢喜冤家 在戏外性格开朗的柳珍和沉默寡欲的其太映 也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他们的爱情发展得比想象中的更快也更加甜蜜 相识不过一个多月 其太映和柳珍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电视剧的所有戏份拍摄完之后 柳珍和其太映和恋情 并没有因为工作的聚少离多而关系变淡 相反他们爱得更加的难分难舍 为了不错过其太映的生日聚会 柳珍会偷偷从美国赶回来惊喜现身 并送给其太映她亲手编制的围巾 为了让柳珍在恋爱中有足够的安全感 正值事业上升期其太映如实告诉经纪公司恋爱的事实 并且和每一位合作的女星保持戏外不联络的习惯 也许是相互的理解与信任 亦或是他们认定了彼此就是可以走完余生的伴侣 正因为相互的理解与信任让两人的爱情修成正果 我找到了曾经梦想的爱她胜过爱我自己的人 而柳珍也甜蜜回应我在30岁时终于可以实现结婚的梦想 我遇到了希望和她共度一生的男人 2011年30岁的其太映通过公司发表结婚的喜讯 我找到了曾经梦想的爱她胜过爱我自己的人 而柳珍也甜蜜回应我在30岁时终于可以实现结婚的梦想 我遇到了希望和她共度一生的男人 并在一个教会上举办低调又温馨的婚礼 穷小子与白富美的爱情故事打动无数人 不过一般夫妻结婚都是女性照顾家庭 但其太映却是一个例外 她选择了男主内女主外 这在整个韩国娱乐圈都是非常少见 毕竟大多数男人不喜欢当家庭主妇 更不想被人说事业不如妻子 对此其太映坦言结婚的时候就跟妻子有约定 只要一方外出工作 另一方必须在家 所以生下孩子时也没有用孩子来绑架妻子 相反让妻子放心地出去追逐梦想 其太映这一大度做法被纷纷赞扬 而她的妻子也不负众望 在2015年凭借《拜托妈妈》斩获KBS最优秀女演员奖 同年两人便迎来第一个女儿 三口之家过得非常幸福 有趣的是 当有彼此参与拍摄的电视剧播出时 柳珍和其太映还会准时地追剧 曾经其他硬汉因为柳珍出演的百年的遗产 剧情太孽 还在网络上发言 看到妻子被删耳光 实在太痛心 虽然我也是演员 但还是不忍心继续看下去 照顾家庭的同时 其太映在事业上也稳不前进 偶像爱情剧《至美丽的你》中她饰演笑衣 同年 她出演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案件号码113》饰演专案组警官 前年 《我世上最漂亮的女儿》中 其太映挑战了石永路出版社代表兼主编 而在2016年 KBS演技大赏颁奖晚会上 获奖的其太映也是对着镜头 对妻子深情告白 除了收获演技大奖 2015年 柳珍和其太映 还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露西 看过韩宗超人回来的观众 一定还会对其太映和女儿露西的互动印象深刻 也正是这档综艺节目 让更多人的了解到了其太映的好男人属性 在其他的爸爸手忙脚乱学习月儿做饭的同时 其太映不仅能变着花样为女儿准备服饰餐 更能轻而易举应对露西的各种突发情况 因此其太映在节目中也收获了其主妇的名称 她直言婚前不习惯在公众面前 也太过亲密行为 到了婚后才慢慢接受 让人传统保守的生活方式 获得众多网友们的喜爱 对于其太映来说 月儿并非男士 因为大部分时间 柳珍忙于工作 而她就负责女儿露西 当然 其太映也会有演艺方面的工作 每当夫妻间的工作时间重叠时 其太映就会和妻子商量决定 谁留在家中陪伴女儿 尽管他们有经济能力 请家庭阿姨帮忙看护 或是拜托双方的父母单位照顾 但柳珍和其太映 却一直坚持亲自抚养小孩 因为他们约定 无论工作再忙 也努力不让夫妻间 有产生距离的机会 只有这样 当另外一个人回家时 家里的灯才是温暖的 而柳珍也逐渐回归家庭 并在2018年再度生下二女儿 在其他父亲手忙脚乱 学习月儿经验时 其太映不仅摆遍花样 为女儿准备食餐 更切而易举地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因为大部分时间 柳珍忙于工作 所以都是她负责 两个女儿的生活日常 后来 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加舒适 其太映与妻子 在首尔青檀洞购买了一栋豪宅 市场价高达23亿韩元 令人羡慕不已 成为妥妥的人生赢家 而柳珍2021年复出 凭借顶楼再度翻红 饰演一位绅士凄惨的反派角色 不甘心的她 决定用计谋 将所有人玩弄在鼓掌之间 跟以往温柔的形象颠覆很大 一度让女儿感到害怕 并表示 妈妈演了吴隐熙 导致被同伴嫌弃 但也证明柳珍的演技更加熟练 这背后少不了丈夫的支持 从2011年结婚到如今 柳珍和其太映已走入婚姻的第12个年头 过去的近12年中 她们虽身处诱惑繁多的娱乐圈 但两人却一直都与异性保持着得体的距离 不仅从吴绯闻传出 更是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如新婚般的恩爱甜蜜 如今的她们 有了两个可爱的宝贝女儿 而其太映也在一次表白家中的三个女人 我家里有三个女人 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生命中 我很爱你们 只要有你们三个的存在 我就完美幸福了 如今45岁的齐太映 虽然在娱乐圈的名气不大 但比起一些绯闻满天飞的艺人 她的专业程度更加让人钦佩 不仅娶到自己的初恋情人 出道多年来从未传出过任何的绯闻 与柳珍结婚11年如一日 成为娱乐圈一段爱情佳话 对于齐太映逆袭的故事 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 奥小师姐 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